好,那剛剛已經有調查過了 就是有些老師說Google Chrome不好用嘛 但是跟IE比起來真的有那麼差嗎? 沒有,只是因為大家怎麼樣? 習慣 江山易改啊 因為我們從小就用習慣,我有點東西嘛 第一個,你有沒有發現怎麼沒有首頁 你如果用的是IE 我們是不是都很習慣就是 我會有一個叫做首頁 我這個房子可以回家 有沒有 但是Google的資訊就沒有出現 第二個 好像沒有我的最愛 沒錯吧 因為人家叫書籤,不叫最愛 好,那我們來找一下這個怎麼找出來 還有剛剛老師在坐這裡的時候啊 有注意到當我按了一下 按下載 連問你都沒問你就下載完了 如果你按繼續下載 有沒有發現他都直接下載了 請問他下載在哪裡 對,那可是你要不要每次都這樣下載完再去那邊再把它拿出來 好像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對不對? 如果能夠下載的時候就告訴我 就跳出來請問你要存在哪裡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所以我們針對這幾個 我們先跟各位稍微講一下怎麼做 好,來我們來看一看 您可以找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這個 好,你把它按一下 你把它按一下 這裡可以按一下 有一個叫做設定 這裡 點進來 好,進來之後呢 像一般我們在用這個微軟的IE的時候 你即使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齒輪 一樣有一個設定 網際網路選項的 那標準的話 其實我們使用微軟的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你選好了 改變了哪一個設定之後 最後自辦確定 破換套用才會生效 可是很抱歉喔 Google的不用喔 勾起來就算了 所以你會找不到什麼 確定、儲存這樣的一個選項 來我們找給各位看 你看我進到這裡面來 你往下走 第一個你要會的就是所謂的 這裡外觀 有沒有看到有一條顯示首頁按鈕 好,我希望它出現 打個勾 有沒有發現上面不一樣呢 對不對 這樣你就有家可回了嘛 這是第一個 好 所以它沒有存檔 你只要勾起來就算了 第二個 如果你想要看到你的所謂的 我的最愛 因為在這邊它身做書籤 好,身做書籤 如果你想要看到它的 你可以在下面這裡勾起來 那你就會看到它的書籤列跑出來 只是我們現在目前就是空的 書籤會出現在這裡 出現在這邊 假設你想要把你原本阿姨裡面 我的最愛 把它叫進來的話呢 你可以從這邊賄賂書籤 好,它就會自動去抓你的阿姨 那你的最愛就會直接就書籤在上面 這樣我想你在銜接上就比較沒有問題 可是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請問您現在有在用我的最愛嗎 有喔 阿你有沒有愛很多 對啊,因為這個網站也愛 那個網站也愛阿 所以每個都加上我的最愛阿 所以後宮加力三千 但是認識的不多 對不對 其實你到最後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的最愛加很多的人 我的最愛用的不多 因為最後問誰比較方便 問Google比較快 因為你的最愛常常都是沒有整理的 如果你有整理沒有問題 可以方便找 可是重點就是沒有整理 那東西多了之後你就很難找 所以其實如果是比較屬於就是長趣的 比如說阿有像銀行的 對不對 或者說我們可能老師 您在工作上生活上有比較固定的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 那其餘的其實我想你可以 倒是你直接用Google去搜尋 可能速度快很多 而且你會發現 同一個網站也有可能會重複加 有沒有可能 有,因為可能同一個網站都旁邊文章阿 對不對 那這樣其實你要找也不好找 所以你可以 我的最愛可以從這邊做 那請問你 我們的IE 是不是從這邊看到這網站 然後就怎樣 加入我的最愛 其實這個也是加入我的最愛 有沒有 檢視阿 這個就是檢視在左手邊會跑出來 好 這叫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右手邊 你不覺得這兩個很像嗎 所以你知道Google要怎麼加入我的最愛的嗎 按一下星星就會出來 好 他就會把你這網站加入我的最愛的 只是當然你還是要自己整理一下那個分類啦 好 他預設就跟我們IE一樣就加到根目錄像 所以加了越多有時候會不好找 好 好,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幾個 第一個 這是首頁 還有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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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還有一個 每次下載都直接抓進來 他其實預設大家都一樣 不管是哪個瀏覽器 都放在哪裡 我的文件夾裡面什麼下載 但是這樣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往下走 往下往下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顯示進階設定 按一下 繼續往下走 總算到了 有沒有看到下載 你只要把這個地方勾起來就好 也就是說 每次下載的時候 你要問我一下 要存在哪裡 不要這麼自動 就直接下載下來了 因為有些時候 像我們剛剛把這個清掉這次就看不到了 那很多人就會重複下載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所以你把這個勾起來就可以了 記得 他沒有什麼確定的勾完就好 所以你現在我把這個就關掉囉 你看我再來按一次下載 人要下載 也沒有不一樣 對不對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放哪裡了嘛 所以 您再確認一下 從右上角這裡 按一下設定 就可以找到了 那我把畫面還給您囉